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静电 那么今天的这期的内容跟大家讲什么呢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非常火的内容啊 叫ChatGPT啊 那这个词呢已经刷爆朋友圈了啊 那各位在朋友圈里边肯定也能看到很多的关于ChatGPT的一些内容啊 那这个人工智能能不能代替我们呢 现在来说呢好像还有点早啊 那人工智能之前我们用的天猫精灵了等等啊 看起来还不是那么智能有点傻的样子啊 那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 那在我们使用了ChatGPT之后呢 我感觉啊他现在好像聪明了不少 但是呢那好像他还不是能像我们完全的一个人一样 就有情感或者说跟我们随意的聊天啊 他还是一个工具 那么这样好的一个人工智能他能给我们做什么呢 首先我明确一点啊ChatGPT它是一款工具啊 他只能依据现有的网上的内容呢 他来整理和归纳 所以你不要指望说呢他跟你去做一个朋友 或者说跟你谈一谈感情啊 这个不太可能 那么今天呢我们作为UI设计师 我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 那ChatGPT可以为我们UI设计师帮到什么内容啊 那开门见山 我总结了以下的三点啊 那第一点 他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数据的统计啊 这个非常的好用 等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第二点呢 数据和信息的生成 这个也是非常的牛的啊 那第三点 那我们来一个实战的内容啊 大场面试题的模拟回答 等会呢我们会模拟一场这个大场面试题啊 看看这个ChatGPT会怎样帮我们来进行回答 好嘞 那我们先来打开这个ChatGPT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那这个网站呢 我已经打开了啊 那注册这个网站呢 需要一点点的功夫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线下的一些攻略 那我在这就不跟大家说这个攻略了啊 另外来说呢 我们访问他呢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我们需要让他完全是外网啊 那好了 那ChatGPT的这个地址呢 在这已经完全打开了啊 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那我们在这直接可以跟他去对话啊 那首先一点 我们来去做这个数据的一些统计啊 那我在这呢 也准备了不少的问题啊 那我们看一看ChatGPT能不能帮助我们 好好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了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啊 那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小事牛刀 我们来去问一问说 UI设计师需要懂哪些的设计心理学 看看他能不能去回答出来 或者说回答的质量怎么样啊 当然呢 这个题我们作为这个搜索隐形 他也可以直接去搜啊 但是呢 肯定广告会比较的多 对不对 好 那他在这个生成的过程 他是有点慢的啊 他他在思考吧 可能是 他是一点一点出来的啊 我们在这儿呢 给大家去加个数啊 我看写的还是不错的啊 那心理学的知识 包括这个颜色心理学 还有异于理解的图形 和符号渐进师的披露是什么鬼 那我想让他回答的是什么格式塔之类的东西啊 看来还有临近性的原则 他这写了一些亲密性的原则 有点类似啊 那总之来说这个回答出来的 是有点像模像样的啊 那看起来 好 OK 还好吧 那我们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啊 比如说 那我们现在想做一个旅行类的应用 或者说我们想做一个生鲜电商类的应用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用户画像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用户画像啊 这个ChatGPT能不能帮我们生成出来 那我们在这儿 这总是挡住啊 往上一点啊 给大家去看 好 那我们想做一个生鲜 生鲜电商 生鲜电商类的应用 那请帮我生成使用者的用户画像 就是大家再去描述这些文本的时候 尽量用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文本 然后让大家来去 让AI来去回答 如果你的话是前后语期的倒置啊 比如说咱们某个省份 他就容易这样的啊 比如说问 吃饭了吗您 那这个时候AI可能会犯难了啊 那最好用一种正常的方式来回答 哎 生鲜电商类的用户画像啊 这个ChatGPT正在努力的帮我们思考 好 那么 咱加个素吧 好 他生成了一个用户画像啊 那我们还可以生成三个用户画像 那我们再来一次啊 我们生成三个啊 一个肯定是不够用的 他说20到50岁的这个年轻人群 那这个岁数有点 过了啊 那不足以形成我们的一个严谨的用户画像 好了 等了这么久啊 终于生成完了啊 那这个AI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啊 我们有点难为他了 不过生成出来的这几个呢 还是挺不错的啊 把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个职业啦 收入啦等等啊 都给他写出来了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啊 比如说那我们想生成一下啊 那我们有一个生鲜类型的这个应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使用这个生鲜类型的这个应用的这个人到底有多少啊 那我们分享一下关于2022年中国的 那我们把话术编辑一下 使用生鲜类型生鲜类应用的用户的数量统计数据 分享关于2022年中国境内使用生鲜的应用的用户的数量统计数据啊 我们看一下他能不能分析出来 好那分析不出来啊 那我们换一个吧 有点为难他了啊 那我们换一下这个2022年关于中国这个出国旅行的人口数据的一个统计 我们看看他能分析分析出来嘛 好他说他的日期截止到2021年9月啊 看来有点落后啊 那嗯他提供的是2021年的数据 那我们就简单去看一下啊那其他年份的这个数据来看一看如何吧 他提供的是2019年的啊数据稍微有点滞后 好的这个生成的还不错啊 那我们换一个数据来生成看看他生成什么样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以生鲜电商类的这个应用来去举例啊 那我们看一看呃生鲜电商类有哪些竞品啊 那我们加一下啊 生鲜电商类应用哪些竞品 请帮我列出来 这个话术呢尽可能的要去完善一下啊 这个确实GPT的生成确实是比较慢啊 当然你可以去这个加速 所谓加速呢就是要花钱的啊 嗯好他会再帮我们列出了 好的已经生成完了啊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然后然后宜家也提供生鲜配送服务啊 看看我的知识储备有限啊 好了那我们再换一个啊 那我们想生成一个用户访谈的脚本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生成 同样的使用这个生鲜类的应用啊 生鲜类的请帮我生成用户访谈的一个脚本 好那我们来生成一下难为一下 XGPT 好了那XGPT已经帮我们回答了 我们看看怎么样啊 那用户访谈这个回答的问题还是不错的啊 什么情况下会买生鲜 对生鲜平台提供的配送服务有什么要求了 然后产品质量了等等的这个内容 那通常会在什么时段使用啊 我觉得这个回答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 好了那这是关于我们对于数据统计 还有让XGPT帮我们生成的一些文档内容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第二个测试啊 那我们来去生成一些数据和信息 比如说我们想生成一个表格 我们来难为一下XGPT 看看这个表格它能不能帮我生出来啊 在这儿呢我想要一个简单的一个表格 那一共有三列的数据 第一行第二行是月份 第三行是数据 我们来复制一下 这是我列好的一个话术 当然这个话术也可以更加的详细 那尽量让这个用一种最通俗的方式去展示出来 好我们看看它能不能生出来 好生成完了 生成的这个数据呢 其实我这个想要放它再放一行啊 它但是它把它移到这儿了 这这么放的话有点错位啊 但整体它还是生成出来的还不错啊 那接下来我们试试能不能生成一个饼状图 生成一个饼状图 刚才有这个功能吗 OK 这个人工智能啊 它确实被逼的没办法 它给我们生成了一个文本描述的饼状图啊 挺有意思的啊 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图片的饼状图 真是难为它了啊 还做的还好吧 来给你点个赞啊 点个赞 嗯 行 然后呢 我们来生成一个 这个我们来问他一些其他问题啊 比如说那我们生鲜电商类的应用的UI界里面 首先应该放什么模块呢 等到一会儿都谢了啊 终于已经生成出来了 哎 这个生成的 嗯 还是很不错的啊 轮波图搜走框 导航栏 推荐商品 限制折扣 热门活动 底部菜单 嗯 对于生成这样的一些文本来说呢 ChatGPD确实是很不错的啊 我们来换一个 那我们来换一个配色的问题 看看配色 它能不能生成出来 哎 生鲜电商类的应用 应该用怎样的配色呢 OK 生成完了 他觉得应该以自然情形舒适为主啊 绿色和白色 橙色和白色 有活力 橙色和黄色 蓝色白色 紫色和白色 OK 还不错吧 当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啊 那我们再问一个 比较 普通的问题 有什么免费的图片素材网站吗 这个应该很好回答吧 这个列的倒挺快的啊 这个不用怎么思考就列出来了 嗯 还不错啊 嗯 好 卡这了 那 好嘞 那 总之还不错啊 好了 这是两块的内容啊 数据统计 还有数据信息的生成 那么这两块呢 ChatGPD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次的考验加码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大场面试题 他能如何的来去回答 我们要来去模拟一场 大场面试题 我来做面试官啊 大场的面试 我来做面试官 让ChatGPD呢 来应聘我们的UI设计师 看看他能怎么回答 我提出的问题啊 那这是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等一下呢 我们来去做一些这个总结啊 当然呢 这个话术 你要好好地去描述 你描述不好的话呢 他回答就不好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如何描述 我们新开一个Chat吧 New Chat New Chat 我们重新来清一下屏 好 那在这个Chat里边 嗯 我们来设置一些话术啊 首先呢 我要来告诉ChatGPD 我要对他进行一场面试的模拟 然后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30岁的UI设计师 男性 具有8年的设计经验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他如何来回答 我提出的问题啊 只有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启动的话呢 他才会进入一场面试之中 那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 好的 我准备好了 请问你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问题吗 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乐意的情况啊 那我们首先让他来做个 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们看看他 究竟能介绍出什么样子啊 我让他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 那在我对他进行设定的这个内容之后呢 他来做了自己的回答 专注于什么什么 然后来确保品牌形象和最佳的体验 擅长将设计的艺术融合起来 这个回答还真的挺不错的啊 这是我想要的回答 这也是大场面试官应该想要的回答 我的目标是使用作为开放专业对细节的关注和提升用户的一致性和满意度 作为面试官来说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很不错 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 那我想问问这个ChatGPT啊 那你之前做过什么项目 那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没有告诉他我做了什么项目啊 然后他开始编了 他说我之前参与了很多项目 以下是我人最值得提的一个啊 在线教育平台的UI设计 还有一款移动支付应用的UI 我让他继续编 我看你编 我看你编成什么样子啊 一款健身应用的UI设计 好了我们加一下素啊 好 这次回答还挺快的啊 每个项目他还做了单独的介绍 挺好的 如果你ChatGPT你提供一个作品集 我会更满意的啊 那希望未来你可以自己去画画 好吧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 接下来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问一点难的啊 那作为交互或者作为UI设计师来说 你应该如何去了解 如何去理解交互和产品思维啊 这块如何应该如何理解交互和产品思维 这个题目回答的也非常的棒啊 他觉得交互产品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要考虑实现美观的外观 而且那要理解用户 然后实现与产品进行一个交互提升用户的体验啊 那产品产品思维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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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题呢 也回答到 哎呀 这个面试官挺满意的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题啊 这个题是很多大厂面试官呢 去问的一个问题啊 如何去衡量你的设计项目是否成功 先给出几种的这种衡量的指标 我们把它描述一下 那你再去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对面说的是一个机器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是一个人 那你希望这他如何去理解的话呢 你就要把问题描述的更加的通俗易懂一些 好 我们加个速吧 好 他提到了几个指标啊 用户满意度 用户体验指标 业绩指标 品牌形象的指标 其实这几个指标呢 也是我们平时呢 作为UI设计师要去考量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这个题呢算是过了啊 回答的挺不错的 那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一个男的啊 一般来说呢 很多的设计师会觉得那我们需求方不认可我们的设计的时候 这个时候那你要如何去做 如果需求方不认可你的需求设计作品你应该如何说服对方或者说让对方认可你的设计呢 OK 那了解对方需求提供理由和解释以数据为支撑啊 提供备选方案 哎 这题目回答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设定了一个问题说 他已经30岁了啊 他非常的 非常让我们觉得内心凉巴凉巴的这个题目啊 那比如说那你的年龄已经已经比较大了啊 已经30岁了 那从事USA需要更多的创意 你如何来去 可以证明说你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啊 他有点为难他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题杂样怎么样 好了回答完了啊 那经过了好几年时间 他终于回答完了啊 那其实挺不错的啊 我这个问题是有点尴尬的 但是作为这个UIN设计师来说呢 他首先就认为年龄不是恒定设计师 创立的唯一要素 我觉得这个题目他真的是做的非常的赞啊 好了 那我们大场面试题的回答呢 他算是完美的通过了啊 ChartGPT的话呢 恭喜你正式入职 那我的公司啊 好了 那这就是 那么我用我们用ChartGPT来去完成的一些事情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共有经历了三块的内容啊 那第一块是数据的统计 第二块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信息的生成和采访脚本啦 还有关于关于数据的一些内容 还有大场的面试题啊 这三块大家注意你要去怎么去做啊 我们的话术一定要去反复的尝试 反复来去培养它 只有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更好地去用好它 因为它也是有一定的智力在里边的啊 你跟它多去磨合 最后它会越来越顺遂 你的心意来去回答问题 好了 那这就是ChartGPT对于我们UI设计师的用法 那么这期呢 也非常的有趣啊 不过呢 这个ChartGPT生成的东西 确实非常非常的慢啊 那我在中间呢 也给大家去加了速 大家有空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那也欢迎加入到我的 静电的讨论组里边 和加入加我的微信啊 那一块来去讨论 人工智能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优点 另外呢 我们要去注意 人工智能现在并不能取代我们UI设计师啊 那我们UI设计师核心的能力 人工智能是办不到的 那就是我们的创意力 和我们的感性的能力 所以各位设计师 一定要提升你的核心竞争力 才能在未来这样多变的时代呢 取得不一样的成就 让我们更加的具有竞争力 当然呢 也不会失业了 好了 感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 静电的UI设计教室的频道 我们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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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